哈囉大家好我是Michelle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好久不見了 其實我已經好一陣子都沒有拍影片了 尤其是運動影片 主要是因為我懷孕了 對我懷了第三胎了 然後現在大概是四五個月大 看我的肚子已經變大蠻多的了 今天呢我想要帶大家一起做一些 預期可以做的低強度的運動 那所需要的時間呢只有十二分鐘而已 那如果說你沒有懷孕的話 你也是可以做 因為這個強度很低 那如果呢你跟我一樣現在是懷孕的話 那以下有幾點要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就是呢 請你注意你運動的環境有沒有通風 因為如果不夠通風的話呢 你在運動過程中呢 心率會提高我們的呼吸會變得比較喘 那如果不夠通風的話 我們會很容易感到頭暈目眩 第二點就是呢 我們在懷孕的時候 因為我們肚子裡面有氧水嘛 我們的身體呢會需要更多的水分 所以我們在運動的時候啊 如果流汗啊水分流失 對寶寶比較不好 所以呢我們記得在運動的時候 隨時補充水分 那第三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喔 就是我們在懷孕的時候呢 你可能到中後期肚子開始漸漸變大 你會覺得欸好像 這時候做運動是不是不安全 那運氣運動其實對胎兒跟媽媽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以安全為上 那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你的肚子很鬆啊 然後好像肚子快掉了 那是因為你可能核心沒有正確發力 那我現在先來教大家比較簡單的 大概怎麼去抓到核心發力的感覺 其實懷孕的時候 我們要非常注重我們深層核心的發力 所謂核心其實是四肢以外的 驅趕了整體的肌肉都叫核心 那深層核心呢 包含我們脊柱附近的多裂肌的肌肉 還有腹痕肌的肌肉 那我覺得懷孕最重要的就是腹痕肌 那它就像一個腰帶一樣 打甲線的下層 比較深層是橫向的 包覆著我們的身體 所以如果你的腹痕肌會出力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天然的束腹帶 幫你把寶寶Hold得很好 那我現在先來教大家 怎麼抓到腹痕肌的感覺 牛仔褲太緊 拉不起來是不是都會縮小腹 然後把你的腰圍縮小出力的那個肌肉 那個就是腹痕肌 好我們懷孕的時候肚子變大了 我們腹痕肌出力的時候會是這種感覺 跟吸腹不一樣 用腹式呼吸去 感覺你的胸腔跟你的腹腔都有 氣壓進去 然後吐氣 好我們把腹痕肌收好了 這只是第一步 我們別忘了我們要收我們的骨盆底肌 骨盆底肌呢就是像你憋尿啊 就是你尿尿尿到一半去 把尿夾斷的那個肌肉 在我們的骨盆的底部 別忘了除了腹痕肌之外 我們的骨盆底肌也要收起來 好我們再維持這個收緊核心的狀態 再來做運動才會比較安全 更重要的 醫生如果建議你不要運動 比如說你有子宮頸閉鎖不全的問題 你可能連站著都有流產的危險 或是說呢有前置胎盤等等 不適合過度活動的運氣的症狀的話 你還是一定要去詢問你的醫師 那你運氣適合做哪些運動 如果沒有運動也沒有關係 懷孕的期間呢最重要就是放鬆心情 稍後一共只有四個動作 一個動作做30秒鐘 休息15秒鐘 記得我們懷孕期間如果要做這個運動的話 千萬不要讓自己過喘 雖然今天的動作啊都是強度比較低的 但我還是擔心有些人在家裡自己練會 不小心push過頭啊 運動的時候喘度以能完整說完一句話做為標準 如果呢你喘到你沒有辦法完整說完一句話的話 那就表示你做得太喘了 身體的帶氧量可能會有影響到寶寶的風險 先停下來休息一下 或是放慢速度喝口水 然後讓自己把心率跟喘度調整回來 好那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開始囉 準備好了嗎 我們即將開始囉 我們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先記得啟動我們的 深層核心也就是腹痕肌 所以呢你可以先 一個深呼吸再一個吐氣 把你的核心收緊之後我們再開始 第一個動作是深蹲橫走 我們記得核心收緊然後呢 臀部往後推 然後呢彎曲我們的髖關節 再來是膝關節往下蹲之後 我們再用推臀推寬的力量起身 然後呢再往另外一邊做相同的重複動作 那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記得保持呼吸 抬頭挺胸核心要收緊喔 好我們休息15秒鐘 可以喝口水喘口氣 我們下一個動作是溜冰式 兩秒鐘後開始 好先收緊核心之後呢 我們將一腳往後跨出一步 然後呢再往回跳回來 再往另外一邊 另外一腳往後跨出一步 做一點輕微跳躍的動作 如果你覺得太喘的話呢 你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可以不需要跳躍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喘的話呢 你可以讓自己跳高一點 速度加快一點 那記得呢我們的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膝蓋不要內夾喔 好我們再休息15秒鐘 如果你跟我一樣呢現在是懷孕的狀態 那記得一定要隨時補充水分 好我們下一個動作是深蹲上舉 一樣我們先把核心收緊 確保你的核心是收緊的 我們再往下蹲 然後往上跳起來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懷孕的話呢 你可以不用跳太高 或是你只用上舉就好 直接省略跳躍的動作 那下蹲的時候呢 我們的背部是打直的 然後臀部往後推 一個往後做的感覺 有核心一樣要收緊保持呼吸 膝蓋記得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手上舉的時候呢 一樣不要爽肩駝背 好我們休息15秒鐘 在休息的時候呢 可以盡可能的保持你的呼吸的節奏 好下一個動作是公步 好我們一樣核心收緊抬頭挺胸 然後呢雙腳交錯的呢 往後跨出一大步 然後往下蹲 往下蹲的時候呢 你的臀腿是出力的喔 然後不要聳肩不要駝背 用你臀腿的力量起身跟蹲下 記得我們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保持呼吸的節奏 好我們再休息15秒鐘 喝口水喘口氣 下一個動作回到深蹲橫走 好專注你的核心喔 有沒有收緊呢 收緊後我們可以開始囉 跨出一步之後呢 我們的雙腳與骨盆同寬 然後往下蹲 臀部往後推抬頭挺胸 然後我們再回到起始位置 然後再換另外一腳 跨出另外一步 往下蹲往後推 臀部往後推 再往前推 好這個時候 你都要注意你的核心是收緊的 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你只剩4秒鐘加油 最好蹲到大腿地面平行的位置 好休息15秒鐘 下一個動作回到溜冰室 3秒後開始囉 然後確保你的核心收緊 好 往後跨出一步再往回跳 再往後跨出一步往回跳 後腳往後跨的時候 記得前腳的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然後不要彎腰駝背 如果你的核心是有收緊的狀態的話呢 你的腰部是不會隨意彎腰駝背的 那記得也要抬頭挺胸 讓你的脊椎保持在中立的位置 這樣子呢 你的骨盆也會是中立的 才能斷力到臀部 好 我們再休息15秒鐘 如果你跟我要懷孕的話呢 千萬一定要記得隨時補充水分喔 好 下一個動作回到深蹲上舉 我們要做30秒鐘 好我們往下蹲的時候記得 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如果你跟我一樣很累的話 我好像忘記把手往上舉了 好 往上舉的時候呢 可以跳起來 如果你太累的話 就可以像我剛剛那樣子 緩和一點 因為我現在是懷孕的狀態 所以呢 我盡量會隨時注意自己的呼吸 還有自己的心跳 如果太累的話呢 隨時把速度放慢 那如果呢 你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把速度加快 下一個動作回到公步 做30秒 往後跨出一步的時候 往下蹲 把重心放在後腳跟 還有後面那隻腳 往下蹲 盡量蹲到膝蓋 成90度彎曲 記得你前腳的膝蓋 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背部打直 抬頭挺胸 核心收緊 好 這個時候隨時要注意你的呼吸 不要過喘 如果你跟我一樣懷孕的話 好 我們再休息15秒鐘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第二輪囉 再來回到深蹲 橫走 這個動作我們做30秒鐘就好了 然後下蹲的時候 一樣記得 核心收緊 抬頭挺胸 膝蓋呢 跟腳尖成同一個方向 那你往左右跨出去的時候呢 可以盡可能跨大步一點 那這樣可以多鍛鍊到你的大腿內側的肌肉 加油 我們剩10秒鐘囉 如果呢 你非常喘的話呢 可以放慢速度 像我現在速度越來越慢 去抓呼吸的節奏 好 休息15秒鐘 下一個動作是溜冰式 好 一腳往後側方跨出 然後呢 再跳回來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懷孕的話 可以不用跳很高 或是呢 可以像我現在這樣子 就是用踏步的方式 在懷孕運動的時候呢 千萬要注意自己的強度 要是自己能夠負荷的範圍之內 那如果你沒有懷孕的話呢 可以盡可能的push自己 跳快一點 跳高一點都可以 好 休息15秒鐘 這一組運動其實也很適合在家裡面 小公寓啊 就是不能太多跳躍的有氧運動 好 下一個動作是深蹲上舉 先往下蹲以後呢 往上跳 把手舉起來 那如果你太喘的話 就跟我一樣 輕輕的跳 然後慢慢的蹲 自己抓 節奏 懷孕的時候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強度 不要過高 心跳不要過高 也不要過喘 好 剩3秒鐘 核心要收緊喔 好 休息15秒鐘 下一個動作來到公布 好 核心收緊背部打直 往後跨出一步之後再踏回原來的位置 那往後跨出的時候呢 跨到我們的大腿與地面平行 然後膝蓋成90度 那跨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是把臀部往後推 會感覺到你臀部的收縮 肺部的肌肉要打直 肺部的肌肉要打直 核心收緊 好 我們在休息15秒鐘 完成了第三輪了 接下來回到深蹲橫走 好 開始 我們先把核心收緊之後呢 往後跨出一大步 蹲下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蹲下的時候 記得核心要收緊 不要彎腰背 膝蓋跟腳尖成同一個方向 保持呼吸 如果你覺得不夠喘 你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呢 動作一定要做確實 好 我們再休息15秒鐘 下一個動作呢 回到溜冰室 趕快喝口水 調整你的呼吸 隨時保持你的水分充足 好 收緊核心 開始囉 好 做溜冰室的時候 這個動作其實真的很像 在溜冰一樣 左右這樣滑行 但是你在做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我們的膝蓋 前腳的膝蓋 下蹲的時候 要跟腳尖成同一個方向 才能夠啟動到臀肌的力量 然後雖然我們這是練臀腿 主要是臀腿在動作 但是我們整個核心是收緊的 你會感覺到你的腹肌也是微微發力的 背部也是打直的 好 再休息15秒鐘 我們快要結束囉 下一個動作是 深蹲上舉 做30秒鐘 休息15秒鐘 開始 核心收緊之後 我們往下蹲 再往上跳 把手舉起來 下蹲的時候 一樣記得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大概蹲到大腿地面平行的高度就可以了 如果你太喘實在跳不起來的話 可以像我一樣放慢速度 聽身體的聲音 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再Push自己的話 可以努力的再跳高一點 好 我們再休息15秒鐘 加油加油 下一個動作是公步 一樣做30秒就好了 我們很快就要結束囉 加油 好 核心收緊 背部打直 往後跨出一步 然後呢 膝蓋 成90度 我們將重心放在 臀部跟我們的後腳 起身的時候把 臀部往前推 收縮你的臀肌 核心一樣收緊 背部打直 抬頭挺胸 記得注意 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加油 我們只剩3秒鐘囉 就要完成今天的有氧運動了 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12分鐘運期有氧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可以搭配深呼吸 來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第一個動作可以伸展到我們的 背部跟我們的腰腹 我們先踩四足跪姿 跪在地上 然後呢 往前彎 再往後彎 搭配深呼吸 後彎的時候 你會感覺你的腹部的伸展 往前彎的時候呢 可以放慢速度 讓你的脊椎 一節一節的 往前彎曲 然後感覺背部的伸展 搭配深呼吸 這個動作平常我非常喜歡做 因為呢 懷孕的時候 很容易感覺到 呃 重心 身體重心的改變 就會覺得腰特別酸 下一個動作我們來 可以伸展我們的大腿前側 股四頭肌 可以靠在牆邊 扶著牆 或是扶著一個椅子 然後呢 一腳往後勾之後 用你的手去輔助 伸展你的大腿前側 一樣保持深呼吸 呼吸一個六到八個深呼吸 就可以換一邊 這個動作我覺得如果平常啊 跑步完啊 或是路走多了 做這個伸展動作 也會非常舒緩大腿的肌肉 好我們完成了這個伸展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那我們來伸展我們的 臀肌 臀部肌肉 我們先坐在地上 先盤腿的姿勢 然後呢 將我們的膝蓋 上下交疊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 往前 彎你的腰 你會感覺到 呃 臀部的肌肉越來越 緊 這個時候可以慢慢的 往下 保持深呼吸 搭配你的呼吸 去往下 伸展 你的臀肌 好我們再換另外一邊 先做盤腿的動作 然後將我們的雙腳交疊在一起 膝蓋對膝蓋 滿頭大汗 好我們再往下 壓 慢慢的深呼吸 吸吐氣 你會感覺到 臀部肌肉的深拉 其實是很舒服的 但是呢 不要太急一下 做太多 如果你的臀部很緊的話 平常也可以多做這個動作 或是如果你是喜歡 穿高跟鞋的女生啊 那你其實 臀肌其實是會滿緊的 可以常常 在家裡做這個動作 舒緩你緊繃的臀部 好完成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來伸展我們的大腿後側跟內側 好我們先站起來 雙腳呢 打開越寬越好 然後呢 我們將身體慢慢的往前彎 往下彎 然後去觸碰 雙手觸碰到地面 那這時候如果你很緊的話呢 你可以使用瑜伽磚 或是拿個抱枕之類的 就是有個高度 讓你不要一下子就去碰到地板 會非常的緊 那你慢慢習慣這個伸展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慢慢的移動 左邊 右邊 去伸展我們的大腿後側跟內側 保持呼吸 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 低強度有氧運動 那如果你覺得只有12分鐘還不夠長的話呢 你覺得強度還不夠的話呢 你可以再重新做一輪 那這樣差不多剛好快接近30分鐘 如果呢 你是跟我一樣懷孕的孕妹的話呢 希望你在運動期間呢 千萬一定要注意你的呼吸 還有你的喘度喔 像我剛剛在練那一些動作 到第二輪第三輪的時候 發現我有點太喘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有放慢速度 然後呢 也把動作調整為 比如說從跳的我改成為 就是只是站在原地而已 那希望大家在家裡運動的時候 都一定要非常小心喔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觀察自己的身體 如果你喜歡我的運動的話呢 請你幫我按讚 或留言 或是分享 還有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